太平天国自1851年金田起义以来,仅仅花了两年时间,就攻破了南京城,并几乎攻略了东南半壁。 发展形势之绪猛令人咋舌。 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清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 太平天国刚兴起之时,清朝处在一个很微妙的阶段,介于家道中衰和同志中心之间,清政府掌握的军事力量,既没有康贤盛世时凭准步,收台湾的强悍的八旗和陆营,也没有被打醒后新组建的凶悍的乡军和怀勇。 而是整体处于蛮憨无能,昏溃不堪的地步。 那当的清军到底有多蠢? 从清军将领乌兰泰的奏折中,我们可以窥探一二。 乌兰泰是什么人呢? 他一开始是清军火器部队的指挥官,最初是火器营护军升兰林长,护军参领,营议长,1847年,官升到了广州副都督。 太平天国在广西闹起来的时候,他也奉命带队到广西协助剿匪,然后经历了一场至今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葩战斗独敖山之战。 1851年5月21日,洪秀玄亲自带领了一万多太平军主力部队,北上来到广西象州的中平镇。 6月初,作为清军副都督的乌兰派,也带住数千清军前兵,奉命来广西清脚太平军的贵州兵,进驻到了独敖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向周县罗秀镇,与中平镇交界处。 太平军在中平前面的几座山中,早有望楼。 乌兰一来,哨兵便发现了,接下来就是一阵炮战。 第一天战事结束,但这只是前菜。 第二天,1851年6月10日,重头戏来了。 太平军决定齐席,凌晨三点左右。 数千太平军出击,在火力掩护下开始进攻清军,乌兰派也不完全是蠢才。 其本身火器兵出身,部队里有大批火器,且早有防备,初十赢初十分。 太暴有匪匪术先蜂拥而来。 信各营兵已预备乌兰太斗折,也开始抵抗太平军的冲锋。 终于太平军没有突破防线,打到九点左右开始撤退。 清军自然开始追击。 然而相当奇葩的一件事情出现了。 有七个太平军,被派出去渡河朝清军大营冲了过来。 向清军刻意同拍霉的军营中的营地跑了过去。 然而这个大营的清军炮手不知底细。 竟然不敢发炮。 反而往大营逃跑了。 PGC Card PGC 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Bth 100% Heighp 100% PGC Card PGC Card-HREF Hover Text Decoration None PCI PGC Card PGC Card Box Sizing Board Box Heighp 164PX BORD E2 1PX SOLID E81818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 Ing 20 PX94 PX12 PX180 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ad Left Went Solid Pound Key 88 Heighp 120 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p T6PX POP 20PX PGC 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Bth 162PX Heighp 162PX POP P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P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ing -50% Transform Translating -50% PGC Content Title Font Size 80PX Color PoundKey 200 On The 20Tor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ar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Webkit Clamp Tor, WebKit Box Orient, Sticker, PGC Content 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Pound Key, F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m, PGC Cut B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P, 0, Top, 50px, Color, Pound Key, 506,599, Font Size, 15px, Text Align, Center, PGC By Text, Padding Chop, 10px, PGC Icon By, Height, 23px, WIB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com, PGC, V2PGC TPL, Static Image Commode, DT5, To Be Far, D1, A PNG, 正版包由,太平天国天王红秀全,中华历代帝王传记帝王传记历史小说正版书籍历史人物传记书籍, 15.8元,领议元炫,大家知道,恐惧的情绪是会传染的,这种情况立刻乍营,这支部队上先清军一哄而散,争相逃窜,最终溃败,之后又受到伏击,伤亡惨重,奴才在山下看得甚真, 仅止欺贼,以一千兵不及欺贼,突出情理之外,乌兰太奏折,这件事情被乌兰太写在奏折里报给了皇上, 然而此事却仍有诡决,因为按照之前的记载,太平军是从凌晨三点左右开始夜袭的,利用黑夜掩护,如果是一千多人被七人击溃, 那最大的可能便是清军飞也视线不明,不知底细,而按照乌兰太的说法,这一情况是打到白天之后发生的,那出现这种事情就很诡决了, 有人分析,很可能是乌兰太故意如此汇报,僵尸盆子完全扣在铜潘眉头上,如果是晚上出现这种事情,那身为统帅的乌兰太, 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是安排不当,而如果是白天,那这锅就完全是铜拍没的了,不过不管怎么样, 上千清军被七个太平军击溃则是事实,根据奏折汇报,此次大乱清军损失惨重,光是奏折里就说,查贡政王大小官员十五元,贡政王额外马步兵兵, 二百四十二名,广州驻房骑兵七名,寿山官兵四十四名,而这,还可能有瞒报。 参考 太平军读熬山之战考证